我跟倩姐有特别聊天 倩姐说她有看长空之王 我也有看 那个歼20换上中国星 真的是特别 感觉很感动 我讲两件事 第一个事情是 中国大陆要做民族复兴 一定会碰到美元的霸权 所给它的桎梏 美国科技跟军事的霸权 所给它的限制跟围堵 所以最近我们在看到的 这些东西都是比底气 就是你用什么底气 去站在那里 让美国没有办法 太轻易地把你一脚踩死 那长空之王 我刚刚跟教员讲 是因为我觉得长空之战王 让我感动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它让你知道说 从零到一是多困难 他们每一个是非员 他们最重要的是 要把那个伞放掉 因为他们是非 就算他们牺牲了 他得到那个数据 可以改变他们后来的设计 那个是非常非常感动人的 另外一个让人感动的地方呢 是你终于有能力说中国故事了 我们以前都看Top Gun 对不对 Tom Cruise 多么帅 还有像是那个 Officer and Gentleman Richard Gere 多帅的海军 长空之王里头 你看到的那些所有的特效 绝大多数是VHQ做的 是一个中国投资的特效公司 所以你不但是有非常动人的故事 你想要讲述的这些很深刻的人性的部分 你同时也有技术能力去执行 所以最后有一段很短的缠斗 就是那么短短的一段 就其实让你看到了 我们刚刚讲的这很复杂 什么超寻能力 爆发力 使那样的能力 就在那个短短的缠斗中 让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很重要 那么回头来说 中国故事要能够在全世界 被更多人听到的时候 别人才能够对你有一个真实的面貌 他不会把你看成一个遥远的可怕的威胁 你看现在很多的美国人 他在美国的媒体的破话之中 普丁就是一个可怕的邪恶的大帝 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像这种东西 只有你能够有更动人的故事 让他们能够亲眼看到那个面貌的时候 才能够逐渐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挺重要 那另外呢 刚刚讲了动物 我觉得中国大陆以前有前学生 这些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他们在不可能的时候 就想象到他的国家需要什么 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 还有像马伟明这样 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因为他从电磁弹射开始呢 新的这个核动力的航母 可能是核动力加上中压交流书店 这我最近抄下来的 就是他说核动力加上中压交流书店呢 他会是一个全电的推进系统 但不止如此 不是虚航力而已 他因为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力体系在里面 所以他可以有电磁炮 有线圈炮 有激光拦截器 会有赫兹武器 也就是说未来连战争的武器的形态 跟战争的形态 都因为当你的整个电力系统 可以完全改变的时候 你的战争也跟着改变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 真的是在看换道超车 不是在看走后面穷追猛打 那这些换道超车之所以可能 就像我说以前有前学生 现在有马尾民 还有很多很多跟着他们的 像我们看那个登陆月球的时候的 那些科学家 神舟十六上去的时候 那些地面的掌控人员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这些人他为了他的国家的发展 就投入在那种非常艰苦的工作里面 而这种力量和这种 还是叫他举国体制吧 就是我们是一个国家人的 这个举国体制的力量 也是美国没有的 美国的企业家跟政府 中间有很多的商业往来 他的人民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之中 享受了Americana 就是美国制式里面的一些美好 但是如果说要他们像这样 咬紧牙根 放弃自己全心全意的去 投入牺牲奉献 还有从以前做那个 顿购机的人开始 就是如此 像那样的 恐怕还是只有中国人 才有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 刚才倩姐特别讲到呢 这个歼20的时候 长空之网 真的是感触良多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我其实不应该破梗 在ending的时候 有一段 我也是非常感动的 他就是讲是非远 你就叫大家赶快去看 对 是非远啦 就在讲了很多话说 他是真实的声音说 我回不去了 那这个是蛮让人感动的 那一棒接一棒 倩姐刚才说了 中国人一棒接一棒的航天梦 贵海潮呢 他也是值得大家特别要关注的 贵海潮它是来自于 非常贫困的家庭 但是呢 中国人嘛 很认真嘛 然后替他弟弟啊 也是一些帮助他完成学业等等的 有梦想 他们也登上了征服星辰大海 这就是美国人没有办法 能够体会到了中国的情怀 或者说好中国的故事嘛 来看到华为的部分 华为CFO孟晚舟说 我要推出5.5G 还说呢这个5G网络啊 这个是必然之路 就是5.5G 然后呢5.5G啊 他说提到的是5G 已经为中国大陆经济产出 来到了1.45兆人民币 中国大陆5G的用户超过5.6亿 好说到6G呢 日经中文网2021年的统计说 中国大陆的核心技术已经来40.3 美国是35.2 中国大陆是一个领先的部位 好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很多领域呢 是换道或弯道超车 尤其在新能源新科技的这一块 好那中国大陆 那个经济量体 6月28号的时候 这个呢 金科宇经济学家说 2023年中国大陆GDP增长 渴望超过5% 数字可观啊 你美国可能会面临硬着陆 然后欧洲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那中国大陆电动车就是说是换道超车 美国咨询公司麦坎奇呢 跟德国经济周刊就说 日本啊跟德国电动车指数越来越落后 中国超越所有国家 他就提到这相关的指数 说呢你看 这个是2016年跟2022年 中国大陆的分数都非常高 2016年呢 中国大陆是3.8分 然后呢 2022年是4.7分 你看都是第一名 好日本你看降到这样子 德国啦 这些美国都是在后面的 我想问一下倩姐您怎么看 我们把你前面那一段讲经济啊 跟这一段把它合起来讲 我们前段一直看到 现在的进出口数字也好啦 还有美国现在做的各种的限制 要去卡脖子也好呢 都是现状 就是现在的情况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像今年夏季达沃斯 叫做新灵军者年会 你就看到中国大陆呢 除了在现状这个地方 强化他的法制结构 去跟这个所谓的不当的国际制裁 或长臂管辖去对抗以外 他一直呢 在那些领先的部门 一直不断地在往前冲 那这个往前冲的地方 就会是今天我们在讨论 经济成长是不是5%的真正意义 因为不是5%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这5%的内容 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 所以从李强他们这次在欧洲 绕了一圈跟德国跟法国谈的合作 跟夏季达沃斯所接诛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呢 是在用两个大的引擎往前走 过去我们讨论什么资本啊 那些都是生产要素 都是过去的想法 这一次呢 当你进入一个创新时代的时候 这两个大的方向都会有大的典范移转 一个是绿色转型 就是那个所谓的碳中和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比亚迪啦 宁德时代啊 它的各种的新能源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呢就是智慧革命 从云大数据互联网AI到 刚才讲的华为的5G到5.5G 全部都是在数位革命这边去领先 所以一边是绿色转型 一边是智慧革命 这两个是中国大陆在整个 所有的上回看到不是44项关键科技里面 37项领先吗 对对 现在说呢150项6G相关的 关键科技的专利申请呢 中国大陆有50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在抢那个进入领先群的这个位置 那加上它有一个举国体制 就是国家国企国营这个三角呢 可以一边由国家的政策 经由国企跟国营去做一定的程度的执行 同时政策就会从上一直去往下 走到企业跟个人 那么同时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它有国企 所以国企它自己本身呢 就可以去进行所谓的绿色转型啊 或者是智慧转型 同时它在这过程中间 可以有很大量的技术研发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像中海油 中石油都在跟这个海湾国家 去做各种的绿色科技合作 对不对 所以国企本身就是一个动能以外呢 它还有钱 所以它在国内可以投资企业 国外可以跟别的国家去做收购 或者是企业的并购 所以国企成为一个 让它的政策可以执行 做好它的产品 跟它的企业体制以后 面向市场的一个利器 所以政策经过国企可以到市场 另外呢还有国营 这国营可以借由它做的投资融资 发生一种资本引导的效果 这个资本引导 再加上它本身 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绿色金融 所以它可以从政府的政策 经过了国营走入了资本 所以政策 市场 资本 三个就各司其职 所以你会看到 无论是在绿色转型或智慧革命上面 中国大陆都在用它举国体制的优势 快速的建立了领先的地位 去创造市场的大的份额以后 试图去建立它的标准 有了标准 就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的发展 那这样的做法 才是我们去看未来这个5个percent 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民国 到未来的2035年之前吧 应该它会在那之前 会超越美国中间呢 两个国家在科技创新研发中间 优胜劣败的最重要的关键